美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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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吧 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的热烈 就感觉挺淡一些吧 比往年吧 往年感觉吵得特别有什么 尤其像淘宝啊 京东啊这些 今年的力度好像也没有以前大 理解的可能是因为整体的一个经济情况 然后再加上可能现在的 就是平台可能 商家压力也比较大 应该是 他们可能给的优惠力度也不是很多 一方面我觉得是疫情原因 人们生活就是保障收入不是特别的 像以前有保障性 所以不像就是为了赶时间 一定要穷一个时段去挣倒一部分钱 然后去买一个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 另一方面可能也就是 人们现在生活水平基本上比较稳定化 然后呢就是有什么需求 就平时也会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